哈囉 大家好 我是璐蔣 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跟大家一致啊 我在台灣住的防疫旅館 應該蠻多人好奇防疫旅館了吧 至少我自己在住進來之前 是一直上網查 有沒有人有這間防疫旅館的住宿心得 因為我想看一下 那我住的這家旅館呢 是缺客旅館的台北松江店 那如果之後有要住這裡的人呢 就可以參考一下這支影片 那我們從玄關開始吧 哈囉 大家 這裡是玄關 那我這次住的是七樓 大門就有貼一張禁止擅自離開房間 我家貼一張 因為這裡真的超有警示作用的 我心裡想要放在大門口 反正也不會出去 所以也不會擋路 那旁邊呢是垃圾 我們這裡呢是規定 垃圾在每天下午4點半的時候收 我自己是會在下午4點半之前 先收集起來 然後差不多4點的時候 同意拿到我的門口放 玄關一進來呢 就是我的整個大房間 旁邊呢有放我的體重計 因為我每天都要量體重 因為真的很怕隔離時間會吃太肥 要控制一下 然後這裡是我的鞋子 那我目前呢都是穿旅館 他們提供給我的拖鞋 那他們地呢是有鋪地毯的 我就走起來還蠻軟蠻舒服的 那我們玄關一進來 左邊就是廁所 現在帶大家看一下廁所跟淋浴間 門的旁邊就有入口燈 跟廁所燈還有換氣 那基本上換氣我都會一直一直開著 等等開給大家看 哇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裝潢真的也是蠻可愛的 那上面可以掛毛巾或是衣服 廁所蠻可惜的 就是他坐的地方是冰冰的 我喜歡坐溫溫的 然後這裡就是洗手台啦 其實他這個鏡子超大的 大家看 哈囉 這個鏡子很大還蠻方便 化妝跟保養 那他們這裡呢也有擦頭 可以拿來擦吹風機 然後是我的洗手台 另外要跟大家說這裡我真的非常推薦的就是 他們這個水超大的 然後熱水幾乎不用等 這一點在洗東西還有洗臉都非常方便 那我們這裡還有提供菜瓜布 讓我們可以洗碗洗餐具各種 那洗手台旁邊呢是我的 Foleo的洗臉機 那住在防禦旅館幾乎每天都是素顏 那素顏不需要另外化妝 就沒有用到卸妝膏 那單純洗臉的時候呢 我都會用Foleo的洗臉機來洗臉 今天是因為要拍吹風姿仔才化妝 謝謝大家讓我難得的 化了妝 覺得心情很好 開心 那後面這邊是我矯正搖河的牙套 那他們這裡有提供洗碗筋 然後香皂可以用來洗手 那洗手台的下面 登登登 他們提供毛巾跟洗髮精跟墨浴露 然後是我的刷牙杯 還有我的洗面乳 然後下面 Dior大富翁來了 每款收拿出來用方便拍照 還有使用 我就先放在這裡 然後是拖鞋跟垃圾袋 垃圾袋用完也可以跟飯店要 因為我們丟垃圾的時候 筆勵都要好好的把垃圾收好 然後是我的眼鏡跟日拋 還有之前文當聖誕節的時候 送我的書籽 接下來是淋浴間 淋浴間就是這樣 那因為他們這裡沒有提供潤髮 所以我自己帶護髮的過來用 那我的房間整體是長這樣子 其實採光還不錯 他們這個飯店的燈光其實是偏暗的 但是因為有窗戶的關係 其實其實陽光照下來的感覺還滿舒服的 那我這個床呢 我反而以為它是雙人床 但其實它是兩張單人床併在一起 所以其實睡中間的話會有點異物感 那我自己都是睡那邊 那床頭兩邊都有燈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像這個是房間的燈 然後這個是床頭燈 躺著可以直接這樣操作 旁邊還有兩個插座 我覺得這個房間他們很厲害的是 他們插座真的超多的 像這邊就兩個 另外一邊又有兩個 像現代人啦 要充手機充電腦充相機 各種都可以充 那這邊呢 可以掛衣服 他們付的衣架其實也滿多的 那衣服下面呢 還有飯店他們提供給我們的一箱水 這個水我也還沒看 因為我自己帶的水還沒喝完 哈囉 大家 他們這裡有全身鏡超開心的 耶 我都會在這裡自拍 傳給我的家人跟文當 跟他們說我過得還不錯 旁邊這個有電視 電視的話我目前都沒看 因為主要是看電腦居多 然後大家看下面 是我朋友還有我家人 提供給我的各種物資 還有我自己的行李 那這個是防疫關懷包 我等一下可以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旁邊這一袋呢 是我朋友偷給我的物資 因為我跟他說 我很喜歡喝麥香綠茶 他就給我麥香綠茶 還有我很愛的可樂果 還有孔雀香酥脆 還有一枚小泡芙 然後其實它是我朋友 另外幫我買的羊桃汁 然後還有這個 我朋友說這個妞妞珍珠圓很好吃 我以前小時候也還滿愛吃的 還有等等 我現在是DUO卸妝膏的大富翁 因為開團購的關係呢 常常給我滿多的 這次回台灣我打算全部都用DUO 來陪伴我的台灣生活 開心 文當英超羨慕的 那這些呢 我會留一些給家人 然後帶回日本給我和文當用 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團購應該已經結束了 然後還有我家人 他們送過來給我的物資 其實老實說 東西是都沒有缺啦 只是說因為旅館提供的牙膏 比較小條 比較不方便 擠 然後我的牙齦又比較敏感 所以我就請我家人 他們另外幫我戴牙膏 那我用亞洲式 然後另外還有維他命D3 還有免洗的內褲 跟其他保健食品 媽媽很貼心 還這樣子幫我分裝 那這邊就是我的書桌啦 平常都會在這裡讀書跟工作 那其實旅館他們也提供滿多東西的 像大家看他們有提供意溫劑 那我自己另外有戴耳溫牆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旅館提供的 裡面有酒精還有口罩 牙刷等東西 然後是我自己的日記 那旅館他們這裡也有提供環保餐具給我 這個真的是太感謝他們了 那還有另外提供耳塞 因為有時候會聽到隔壁房間的人的聲音 那我比較在意的人就可以帶耳塞 那這個是早餐提供的飲料 他們每天早上幾乎都會附飲料 昨天是墨香柚茶 今天是葡萄汁 然後是我朋友帶給我的麥香綠茶 我昨天晚上太餓了 就直接拆了一瓶來喝 然後是我的電腦 還有熱水壺 還有我的化妝包 是Hara洗的 那還有他們的廚房須置 都寫的還蠻細的 基本上也沒什麼問題要問 然後這個喝到一半的 約是礦泉水 是華航飛機上面發的 那他們還有提供紙杯 跟一些咖啡、奶茶什麼的 然後有電話 有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打電話給櫃台 其實用Line也可以啊 我記錄都用Line 還有電視遙控器 那旁邊這裡還有一台台燈 其實我之前讀書的時候有開過 可是因為真的有點太亮 眼睛有點痛 後來我就沒什麼開了 旁邊這裡呢 有插頭 1、2、3、4 大家看這樣總共就有8個插頭了 有很多插頭這一點真的是大推 那也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防疫關懷包裡面有什麼 還蠻豐富的耶 而且住進來就馬上收到電話 對方來跟我聊天 就真的很親切、很好 那防疫包呢 首先第一個是口罩 還有 大燕麥片 這個我都還沒有吃 然後先拍影片給大家看 也是有體溫計 還有巧克力派 其實我之前有上網查看 大家都是蛋黃派 我比較喜歡蛋黃派 所以看到是巧克力派 會覺得有點傷心 等到我隔離結束之後 我自己去買蛋黃派吃 然後是營養口的啊 我很喜歡吃營養口的啊 然後呢 等等 巧克力夾心酥 回台灣這一趟真的是會胖死 然後我們台灣怎麼可以不提到泡麵呢 等等 三個未單的排骨雞麵 哈哈 天啊 這真的是晚上 Uber Eats打開全部都可以點 那我不想點外送 還有這種泡麵可以吃 這次回台灣一定要把之前沒回來 沒吃到的東西都吃了夠本 那剛才大家看的那些就是我這一次防疫旅館的 對 我現在已經卸妝了 因為我拍完這個影片之後呢 接下來都是文書工作 所以你們說就一直讓我的皮膚休息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做的心得 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用Foleo的Luna 3來洗臉 我的觀眾應該都對Foleo這個品牌不陌生 它已經出現在我的頻道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通常在我沒化妝的日子呢 我就會用Foleo來洗臉 那因為日本呢 真的不像台灣一樣 很多深層清潔的青粉色店家 所以洗臉深層清潔這個步驟就有非常的重要 一個禮拜差不多是兩到三次 那這個洗臉機呢 Foleo有他們自己的洗臉乳 我自己有來帶另外一罐洗臉乳 就是預防這一罐用完 好 那我現在臉上已經都上完泡泡了 這台跟我以前介紹過的洗臉機的機型不一樣 Luna 3它這兩面是不同的功能 一面是很細又很軟的細膠頭來徹底清洗髒污 一面是可以按摩撥浪紋 雖然它整個機型比我之前用的機型還要大一點點 但是它具備的功能有更多 然後重點是這個細膠頭真的超級軟 可以很溫和的洗臉 開啟之後呢 它就像這樣子用震動的方式來清潔肌膚 這樣子輕輕柔柔的 慢慢的 它這個震動的感覺非常的舒服 那這樣子用震動的方式洗臉呢 就比起你用手這樣子用意去戳臉 還要少更多的刺激 那也讓肌膚不會有過多的摩擦去增加皺紋 那我自己在洗臉的時候呢 會另外避開眼周的部分 其實我臉部皮膚整體都還蠻好的 就只有鼻翼跟下巴是比較多粉 是個凹凸不平的地方 那這一台LUNA 3呢 它比較特別跟其他機型的不同 就是它這邊是這樣子有點尖尖的 所以呢就可以清洗到像這樣子 比較細微的地方 包含我的鼻翼還有下巴 那它停止震動就代表洗完 那我現在也把泡泡沖掉 好那我剛才已經把泡泡洗掉 已經擦完化妝水了 其實還蠻感覺的出來 皮膚變比較滑嫩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很亮的感覺 那清潔的時候 如果有做好清潔的話呢 也會幫助後續的保養品 吸收的比較好 那我覺得有用洗臉機好好清洗 還有用手比起來 那個清潔度真的差非常多 所以我自己還蠻建議大家 一個禮拜可以兩到三次用洗臉機 我這次用的這款藍色 是混合機專用的 有興趣購買的 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膚質做選擇 那詳細購買的資訊 我都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住的感想 我自己其實覺得 防禦旅館的生活還蠻舒適的 因為平常我都是和文當兩個人 那自己一個人的話 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然後防禦旅館他們的三餐 都非常的好吃 而且完全沒有重複 就每次快到那個時間的時候 我就很期待 不知道今天吃什麼 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就可以透過他們這家飯店 LINE去找他們 那他們幾乎都是秒讀秒回 我覺得服務非常的好 比較唯一可惜的一點 就是他們有浴缸 因為我真的 非常非常想要泡澡 但是沒關係 我慢慢在家就可以讓我泡澡了 那不知道看這支影片 大家之後有沒有人會住這家旅館呢 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減緩一點 你們不安緊張的情緒 那就謝謝大家看我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放下 我們要偏 Imagine FM 為甚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